复仇之战,张本志和对决克星许新,职业生涯零胜二复位赢过奥兵赛南单四分之一决赛,张本志和和许新都闯关成功,15岁日本天才击败了国兵名将周宇,许新则挑落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,接下来的半决赛,张本志和将对决许新,这场引人关注的比赛,张本志和已经期待很久了,职业生涯与许新交手两次, 张本志和都输了,现在,世界排名第八的张本志和期待击败许新,就像今年战胜樊振东,马龙和张继科一样,张本志和在奥兵赛的表现十分出色,尤其是今天对阵周宇,此前,国兵南单在奥兵赛上还没有输过,但张本志和送给了国兵南单首败,在1比2落后的情况下,张本志和连拿三局,其中最后两局,张本志和连拿三局, 张本志和都是11比5取胜,足见周宇在关键时刻已经崩盘,张本志和如愿杀入半决赛,他的对手将是国兵主力许新,张本志和十分期待这场比赛,今年,15岁的张本志和窜生速度惊人,他已经先后击败过凡震东,马龙和张继科等国兵顶级高手, 尤其是日本公开赛,张本志和更是连胜马龙,张继科夺冠,但是,张本志和与国兵奥运冠军许新交手两次,还没有赢国球,去年的四拼赛,许新4比1击败张本志和,随后11月的瑞兵公开赛,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,许新逆转张本志和, 此一赛后,许新霸气十足,做出了摇晃手指的动作,暗示张本志和不行,但如今,张本志和已经彻底蜕变,虽然只有15岁,但他的技术十分成熟,也拥有一颗大心脏,早已经是国兵大敌,张本志和终于再次迎来了和许新对决的机会,他一定会拼尽全力。